李長行動座談會瞬間變成侯友宜的臺教大會 但現在侯宜就是不表態 李長出來綁煞車 新北行動座談會 以去年來說在5月舉辦 今年挑在3月上旬舉辦 也被解讀侯友宜是為了2024準備衝刺 否認是特別提前 但在座大部分里長 似乎都希望侯友宜趕快高唱入政區 確實基層再怎麼判 也得看最會做球的朱總教練怎麼調度 發起連署新北29區里長的許承陽 力挺侯友宜很大力 目前大致連署已完成 警察兩個里長在國外 預計16號完成後就會送到黨中央 而侯友宜開始里長座談同一天 就這麼巧賴清德已派人領表 確定15號就會登記選總統 較勁異位不言可喻 目前這個登記只是一個程序上的一個過程 並沒有太多實質的意義 因為黨內某個程度已經有一個共識 綠營早已定於預尊 侯友宜不只支持者聲聲喚 黨中央也從邊邊腳腳擦邊球 越來越往紅中送 就看喉 何時決定 揮 抵 棒